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表现脑部一个缺小的症状 它常见的症状有头晕 记忆力减退 认知功能的下降和肢体的麻木等 如果当蟹罐匣子超过70% 如果出现了上述症状 这样它的脑梗塞的发生的概率可以达到10%到15% 这样我们需要即时的检查和治疗 进步动脉匣子呢 上包括进动脉匣子和追动脉匣子 我们对这两个蟹罐造成的狭窄 怎么治疗呢 一个呢 就是药物治疗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介如的治疗 或者内膜波脱疏 如果它的蟹罐狭窄呢 小于70%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靠药物治疗 就要吃一些塔丁类的药物 控制你的脑蟹网病的危险因素 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高蟹脂 截掉你的不良的嗜好 吸烟 虚久 那如果你这个蟹罐狭窄呢 大于70%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治疗办法 一个呢 我们就是可以放一个支架 就是说 把这个蟹罐给它撑开 让蟹流过去了 这样呢 它的症状就缓解了 还有一种呢 我们叫精动脉内膜波脱疏 那就是说 通过手术 把这个内膜上的斑块给它去掉 这样呢 它的蟹流又恢复了 它的症状呢 也可以缓解了